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五大院 你要选哪家呢 我选北苍灵院 战胜灵王之后 却引来了不小的麻烦 牧尘 你身上的灵王灵光 我是要定了 可妖 别看你是天榜第三 我却并不想让你那么容易如愿 大木缓缓升起 诸多门派悉数登场 各色人等纷至岔来 这无尽世界又将上演怎样令人向往的传奇呢 且看主宰之路究竟谁主沉浮 大主宰为您揭晓答案 大千世界万道争锋 大主宰 非我莫熟 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 两道枪红如龙 所过之处空间都崩开 直接在虚空当中留下长长的两道痕迹 久久未能平复 恐怖的杀气随之弥漫着 荡漾天际 那样的灵力压迫 竟封锁了牧尘所在的那片空间 显然 他们是打算借助这强力的一招 直接把牧尘解决掉 鸿芒 抱射管 牧尘抬起头 黑色的毛子里倒映着两道恐怖的攻势 他那道道残影的印法 也是陡然的凝固 九样神通 开三样 伴随着牧尘低鹤声落下 就见大日不灭身 庞大的身躯上 三道金色光芒猛然爆发开来 紧接着金光弥漫 犹如三轮金色烈日 冉冉升起 又是这一招 上次你能凭借这招阻拦我 这一次还以为能够奏效吗 方毅见到这一幕 眼中寒芒一闪 这开三扬的力量 显然是无法震慑住此时实力暴涨的方毅的 不过这一点 显然也是在牧尘的意料之中 他眼神淡漠望着方毅 他的实力有所精进 而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牧尘冷笑了一声 然后微微停滞的印法再度陡然变化 九阳神通 开四阳 宛如雷鸣般的声音 在牧尘的心中回荡着 就听见声音落下的瞬间 那大日不灭身的右掌当中 猛的有一道金色强光爆发出来 又是一轮金色烈日 冉冉升起 一股恐怖的灵力 在此时 自大日不灭身体内席卷而出 引得风雷咆哮 那方毅和幽冥皇子的脸色 都不由变得难看了一些 然而 牧尘望着他们的眼神 却是充满着细血 旋即他微微笑了一下 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方毅和幽冥皇子文言 心头顿时一震 不过还不等他们说话 牧尘就深吸一口气 面旁变得极端肃穆 印法变化 在他身后 至尊海中翻涌不休 磅礴灵力源源不断 贯主进入大日不灭身当中 伴随着如今实力达到五品之尊 他能够感觉到 开饲养 似乎并不是他的极限 所以他倾尽全力的 想要再度突破 牧尘变幻的印法 愈发缓慢 仿佛众如千斤 他体内的灵力 毫无保留的对着大日不灭身 左掌汇聚过去 那里的金光 也在这一瞬间 冲天而起 又是一轮金色烈日 冉冉的升起来 整个大日不灭身上 竟在此时升起了五轮金色的烈日 九阳神通 开五阳 爆喝声如雷鸣一般 在牧尘心中响彻起来 下一刹那 五轮金色烈日爆炸开 竟化为滚滚金色液体 席卷而出 最后汇聚在了大日不灭身的 巨掌之间 金光弥漫 一柄千丈庞大 宛如黄金所著的金枪 闪现而出 那杆金色巨枪上 犹如有着五轮烈日悬浮 运转之间 狂暴的灵力 震碎了虚空 九阳神通 五阳枪 当那柄千丈的金色巨枪 出现在大日不灭身 巨掌当中的时候 顿时一股极端狂暴的灵力 爆发出来 金色的波纹席卷着 遍布了大日不灭身 万丈区 一股惊人的 压迫之力 也在随之弥漫着 引得这帮天地间 各方强者面露惊荣 那柄金色巨枪 就连六品至尊见了 都有些 微微心惊胆战 牧尘立于大日不灭身 头顶上头 他此时同样凝神 盯着那柄金色巨枪 眼中同样有着一抹 惊叹之色在浮现 这大日不灭身的至尊神通 格外的玄妙 他的基本至尊神通 就是九阳神通 借此开启九阳之力 极大的增幅自身的战斗力 而这所谓的九阳神通 却并不仅仅止于此 因为在这上面 他还能够随之演变出 更为强悍的神通 比如以前 牧尘曾经施展过的 天阳黄金印 以及这一次施展而出的 五阳枪 从某种程度而言 这些都算是强大的 至尊法身的神通 不过想要将其施展出来 却是有着相当严苛的条件 那必须是把九阳神通 逐步的修炼而成 就比如这一次的五阳枪 便是只有当牧尘 把九阳神通 开启到五阳之力的时候 才能够将其真正的施展出来 牧尘知道 这些必然不是九阳神通的极致 只不过那些 由九阳神通演变而出的 更强神通 却是只有等他日后将九阳神通 修炼得愈发的炉火纯青的时候 才能够见识其庐山真面目 而对于那天 牧尘的心里头也是格外的期待的 不过眼下显然并非期待的手 所以牧尘清晰一口气 压抑一下澎湃的心境 而后他抬起头 就见此时天空上急促的破空声传来 两道千丈红光 犹如巨龙一般呼啸而来 那正是方毅和幽冥皇子的权力攻势 两道如龙一般的枪芒 在牧尘瞳孔当中急速的放大 但此时 面对着幽冥皇子二人如此厉害的攻势 牧尘脸庞上却掀起了一抹笑容 开启舞阳之力以后 现在的牧尘显然不会畏惧任何的对手 伴随着牧尘心念一动 就见大日不灭身的巨手 顿时紧握上了犹如黄金锁柱一般的那五阳枪 在枪间处五轮金色烈日 在转动着远远的看去 仿佛真的是五轮太阳一般 散发着无穷的压迫 就让我来试上一试 这必须开启舞阳之力 才能够施展的舞阳枪 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牧尘喃喃自语 拳击他修长的手指轻轻一弹 在其弹指的瞬间 就见大日不灭身的手中 他拿着一柄黄金锯枪 陡然的爆射而出 那射出的速度之快 乃至于直接产生音爆 把空间都炸裂开一道道巨大的裂纹 舞阳枪 随阳 牧尘的眼睛轻轻一眨 那暴射而出的黄金锯枪上 五轮盘旋的金色烈日 竟在此时 陡然的爆炸开 可怕的金色气浪 滚滚席卷 一股狂暴而炙热的冲击波 肆虐开来 竟是连空气都被燃烧起来 而随着五轮金色烈日的爆裂 就见那舞阳枪之上的金光 陡然在此时强盛到极致 最后直接化为一道 数千丈的金色光柱 呼啸而出 那道金色光柱太强烈了 其中蕴含的灵力 也狂暴到了一种令人心惊的程度 以至于那极远处 睡黄天就黄这些顶尖强者的脸色 都是微微的一变 而金色的光柱 则是在一刹那间 直接洞穿了虚空 然后与那两道呼啸而来的 如龙腔芒 重重的轰击在一起 在轰击的刹那 惊天的巨声 不出意外的响彻而起 紧接而来的 是那种可怕之极的冲击波 周围这片区域的空间 都在那种冲击波之下 变得扭曲碎裂 幽明皇子和方毅 都睁着大眼睛 望着那碰撞的地方 可下一瞬间 两个人的脸色 就变得极端的难看起来 因为他们见到 在那种可怕的冲击下 他们两个人 倾尽全力施展的枪芒攻势 仅仅只是坚持了数个呼吸 便被那道巨大的金色光柱 以一种极端蛮横的姿态 生生的冲破而去 咔噪 在枪芒碎开的时候 他们都见到 那隐藏在其中的一枪一击 也在此时化为漫天的光点 这 该死的 有名皇子二人 脸色一片阴沉 他们显然是都没想到 施展出了这等杀手锏 竟然也没把牧尘解决掉 就在他们心中 恼怒不已的时候 牧尘黑色的眸子 在这个时候 不再丝毫情感的投射向他们 那种眼神 让两人的心头 都是猛的一寒 牧尘摇摇的伸出手指 脸色漠然的对着两人 轻轻的凌空点下 指尖点下的瞬间 王毅两人顿时惊骇的见到 先前斩断他们两人 最强攻势的金色光柱 并没有直接消散 而是一分为二 一闪之下 就出现在他们的前方 而后轰然的席卷而来 死亡的气息 扑面而来 方毅和庸民皇子满脸的骇然 那席卷而来的金色光柱 让他们明白 如果被卷入其中 他们是必死无疑的 他们两个面色苍白 猛的一咬牙 身形立刻暴退 而在他们退后的时候 他们脚下的至尊法身 却扑了上去 直接用庞大的身躯 硬生生的与那金色光柱 硬撞在一起 这两个人都是狠辣果断之辈啊 虽说如此一来 至尊法身被毁 对于他们而言 也会受到重创 但至少总比用自己的肉身 去硬扛 要来的好些 他们的肉身 可不是牧尘那种 人形神兽 一旦撞上必然是支离破碎的 两人暴退的时候 金色光柱便轰击在两道至尊法身的身上 顿时天地间轰隆声响彻 金光弥漫间 所有人都清晰地见到 一道道裂缝 在以惊人的速度 从两道庞大的至尊法身的身躯上蔓延着 最后 金光从缝隙当中建设出来 两座至尊法身 直接爆碎成了漫天的光点 在至尊法身爆碎的时候 身形急速撤退的幽民皇子两人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面色惨白如纸 气息萎靡 竟直接昏死过去 很显然是受到极为严重的重创 牧尘这边的动静实在是太大 明明从辈分上来说 三人都只能算年轻一辈中的顶尖人物 可眼下这样的交锋 竟然比睡黄 东阁主那些原本拥有九品至尊的强者 还要来的大动静 当然了 这自然是因为这座石岛压制了所有人 灵力的缘故 但这也依旧让各方震惊的视线都投射过去 一直都注意着牧尘他们这边战局的红鱼 苏碧月等人 望着重伤昏死的幽民皇子二人 则是清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呢 算是见证了幽民皇子二人 惨败的全过程 但是呢 即便是亲眼见证了 这依旧无法让他们遏制住心中的震惊 他们原本以为 牧尘能够在幽民皇子和方义二人联手之下 保持不败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谁能想到最后牧尘直接就把两人打成了半死的状态 这个家伙真是越来越恐怖了 红鱼和苏碧月暗叹着 在龙凤天的时候 牧尘倾尽全力也仅仅只能够和幽民皇子勉强缠斗 而眼下呢 就算幽民皇子和方义联手 也不是他的对手 真是难以想象 如果再过几年 牧尘将会成长到何等惊人的程度 天地间的震撼眼神一大片 不过牧尘那冰冷的目光 则是依旧盯着半死过去的幽民皇子而人 然后他驱着一弹 两道灵力光束爆射而出 直直两人的脑袋 看着模样 显然是打算彻底的斩草除根 就在牧尘下手果断 但是灵力光束即将击中两人的时候 两道光影出现在两人的前方 绣袍挥动 把那灵力光束震碎而去 牧尘见状以后眉头微皱 那出手的人正是幽民宫和神阁中的两位六品之尊 看到这些家伙 他们早就有心保护两人 眼下呢 自然是不会让牧尘轻易的将他们抹杀的 那两位六品之尊 却并未多出手 看向牧尘的眼中 没有半点以往那种轻视 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忌惮 因为就连他们都没有信心打败那个状态下的幽民皇子而然 可牧尘呢 却能办到 这说明牧尘已经成长到足以媲美他们的程度 所以啊 两人救下幽民皇子立即退走 生怕牧尘再度被他们出手 牧尘瞧见他们这么干脆利落的速度 倒是笑了笑 并没有太过于执着要去斩杀幽民皇子而然 他们之前不仅使用秘法 而且还被他伤成这样 必然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的 所以啊 就算是以后救活了他们 他们的实力也会有所止步 而等他们彻底恢复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的牧尘恐怕已经远远的超越了他们 牧尘把目光收回来 直接把目光投向这片湖泊的中心 那里原本飞舞的众多光团 在他和幽民公子二人交手的时候 已经被收走不少 不过显然没有人得到真正的灵神夜 不然的话 这里早就炸开过了 丁神夜 依旧还在这里吗 牧尘盯着为数不多的光团 所剩下的这些光团不足五道 但他们却拥有着极端明亮的光芒 而且速度极快 不少强者试图捕获 都是无功而返 嗯? 嗯? 感谢观看